女人在什么年龄最好聊到时 其实每个年龄段的女人喜欢的男人都不一样 所以男人们在追求自己喜欢的女人时 不要固定一些老套路、老方法 最后偷鸡不成18米 不但追求不到自己喜欢的女生 往往还会让女人讨厌 那么女人在哪几个年龄段最好聊呢 1.20岁的结婚前的女人 这个年龄段往往是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候 她们的爱情是浪漫的 脱离生活 能给她们浪漫男人一定是最吸引她们的 也是最能打动她们的 所以男人想聊这个年龄段的女人 给她们足够的感动和浪漫 这个年龄段的女人 她们对待爱情一般想象的很完美 不现实 不使人间烟火 因为不切实际 非常容易受伤 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失恋了 往往想法很极端 对于20岁的女人来说 爱上一个男人 简直以为她就是你的全世界 2.结婚后到30岁的女人 女人一般结婚后就开始把心思放在家庭中 便失去了做小姑娘时候的浪漫和懵懂 她们变得更现实 追求物质 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有一句口头禅 防止才是我的安全感 我的全世界 男人涮个屁 只有物质的婚姻才能带来幸福 男人如果没有经济基础 还是不要打这个年龄段女人的主意 因为很多男人负担不起 3.30岁到40岁的女人 这个时期的女人对待自己的婚姻一般都进入疲惫期 大部分对自己原有的婚姻状况不满意 自己的另一半有诸多不好 都想在婚外找个备胎来慰藉自己心理和生理的空虚 男人想要聊这个时期的女人 那就要满足她的需要 让她觉得在你身上能得到自己老公给不了的东西 但是如果想让她们放弃自己的原生家庭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其实不管什么时期的女人都渴望得到男人的爱 爱她就要用心去宠她 在能力范围内给她好的生活